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自古只听说孟婆熬汤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孟婆巫师孟婆汤的搞笑故事 孟婆婆的汤 灰暗的天空下,一个僵尸站在自助贩卖机前 他投了币,等待着自己要买的孟婆汤 可是自动贩卖机前却显示货已受空 僵尸太想念这一口了 他坚持等待着孟婆补货 而远在地底下的孟婆也被僵尸所得的金币给叫醒了 孟婆也不愿意辜负时刻的金 可事实上,他已经好久没有熬汤了 想要熬出一锅好汤 现在的他还需要翻翻汤谱 他一边飞快地翻动着汤谱 一边麻烈地准备着食材 萝卜白菜,各种小精灵 全部放进锅里一锅会 很快一锅展现的孟婆汤就新鲜出炉了 孟婆拿起勺子刚想试吃一下 却看见汤谱上明确表明了不能本人试吃 有了,他抓了一只小白鼠让小白鼠试吃 尽管小白鼠十分惊恐 却依然没逃过命运的安排 一口汤下去 小白鼠浑身毛发开始变长 第二口下肚 小白鼠的手脚开始变形 而且开始退毛 小白鼠都快下尿了 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一个环节里 和孟婆却不服输 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小白鼠想说 合着受罪的不是你呀 僵尸在外面也等到困了 孟婆的汤却还没有成功 终于孟婆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一瓶特殊的调味剂掉进了锅里 随着调味剂的融化 孟婆汤开始发生了变化 瞬间 一果色焦味剧前的孟婆汤就做好了 孟婆激动急了 抓起勺子就试吃了一口 等他想起自己不能试吃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已经变成一个萌萌哒小姑娘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卖名药 只是可怜的僵尸 等到睡着也没能吃到孟婆汤 该片画风清奇 会一些有趣 通过搞笑和解压来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 即使你全然努力也无法成功 但也不要轻言放弃 说不定在下一个不经意间 就成功了呢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的订阅 小力说对应 我们下期再见咯 好